今天要来挑战自己来装车子的雨刷 所以在网路上买了两支这个雨刷 要来装装看 打开包装以后的雨刷是长这样子的 然后附一个就是转的这个中间这个 那你买雨刷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特别注意 先量一下你自己的雨刷是多长 因为它是有分13寸到22寸长度不等的 然后还要看它是有没有分左右 有的是左右不一样 那我买的这两支都是一样的 接着就要换雨刷啦 然后首先呢先把这个雨刷把它立起来 就手动一下就可以立起来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把它立起来 这样就比较好作业 接着就是要把这个上面这个雨刷把它拿下来 这样才能换上新的 所以先斜角的 我们先从雨刷的结构来看怎么拆 因为它基本上它就是像一个钩子一样 然后把它勾住把固定 然后再卡榫然后它卡紧 所以我们在拆的时候呢 就是大概知道一个这样的概念 先把旧的雨刷要拿出来 所以立起来以后呢把它放斜角 然后重点是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呢 从这雨刷中抽出来 通常它会有一个卡榫 然后再想办法把它 往这个windshow 就是这个挡风玻璃这边的方向把它拿出来 就基本上它这都是会有一个卡榫 你就要找到那个卡榫 然后把它这样往windshow的方向抽下来 然后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拿起来了 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卡榫堆的位置 然后抽一下 不需要太大力 因为太大力你会把它弄坏 好啦 接着就要装上去啦 这个雨刷的这个要在外面 然后这个卡榫要在里面 然后也是先把它穿上去 再一次 就找个洞把它穿过去 然后基本上呢 你这个卡榫呢 就是要滑到这里面来 就这样 有听到卡一声 有卡到就好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这样就换好啦 就是你要把这个卡榫这个是放在外面 这样你下次要抽起来的时候 就是对的方向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就把这个卡榫把它抽进去 听到打一声 这样就行了 然后要抽的时候 就是这样就按一下 就可以抽出来了 所以真的非常的简单 大家一定都会的 现在我就撒点水 来试试看 到底怎么样 果然可以了 哇 新的雨刷已经成功的 装置完成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好 好 好